但是我们刚刚用BufferReader的这个类别 要把它改一下 改成叫做BufferInputString的这个类别 然后再加一个叫做ByteArrayBuffer的这个类别 所以会有三个类别是不太一样的 然后用Array的方式把这个Buffer读进来 再来以下读取的方式也类似 也就是我这边Reader 但是判断的条件 就是当它不等于负1的时候 因为它最后回传 如果是最后到尽头的话 会回传一个负1的词回来 那我们就可以从这边去判断是不是读到最后 然后把我们要的东西用什么 用ByteArrayBuffer 把它用Append的这个方法去做串接 全部串接 串接完之后还要做一件事情 转换为什么呢 UTF8 否则的话会是乱麻产生 最后再把这个词 我把它就是做成Global的 我把它宣告在最上面 并且前面加一个Static 不过你们可以这样 好像不加Static 跟加不加不加 好像最后结果都OK 如果避免错误啦 我前面加一个Static 把它放在Global 大家都可以读得到 所以这地方的话 一样 那最后RUN出来 就是我们最后的没有问题 所以改了三个 三个类别之后的话 这个部分就OK了 第一阶段 那第二阶段的话 等一下我会讲一下 因为我的资料来源 是来自于台银的官网 可是如果说今天 我的资料来源 我希望可以不要放在台银的官网 假如我这个资料 是放在我自己的 云端硬碟上面 那云端硬碟上面 我如果要把它读下来的话 那用同样的Source 可不可以做修改 麻烦可以用 其实这个Sample 很好用的地方就是说 以后只要是网页上面的东西 你都可以把它抓下来 并且分析它里面需要的资料 再放在一个那个List里面 那如果你因为我们这边有四个 四个资料 所以会有四个List清单放 那如果你有别的更多 你就是再增加List就可以了 最后再把它输出 到你要输出的位置去 OK 那假如说我今天改变 我希望放